我们的生活因为科技变得不同 嗨 科普拉 我是科科 本期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五进神等级的高科技发明 百度自主泊车系统 2019年7月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 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展示了百度自主泊车系统功能 车主能用手机APP控制车辆自动使出车库 车子自己可以准确地判断路况 躲避障碍 选择等待或者行进 在拥堵的道路上驾驶人可以先行下车 车辆可以自行排队食物停车场 车辆还可以在狭小难停的空间自动驶入驳车位 百度自主驳车系统已经拿到了多家车企的订单 这个超过的高科技功能不久之后就会与我们见面 我们去沙滩玩的时候 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非常舒服 但是沙滩里可能隐藏着石子和玻璃渣会让我们的脚受伤 隐形鞋的出现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隐形鞋上有粘合脚底的粘合垫 可以紧紧地粘在使用者的脚上 可以保护人的脚穿上的时候就像是没穿鞋一样 隐形鞋阻挡鹅卵石等尖锐物品对人们的脚的伤害 还能防滑隔热 作为一次性鞋子 官方建议大家穿的时候不要超过24个小时 Scarline Robotics 现在高层建筑的玻璃面积越来越大 所以高层建筑物的清洗就成为了一项困难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以色列的一个初创公司 Scarline Robotics就推出了一款智能窗户清洁机器人Omer 能够代替员工来完成工作 通过机器手臂和刷子来对建筑物进行清洁 整个清洁的过程也很环保 使用的是蒸馏水 用反渗透技术来溶解灰尘 不循化学物质清理 清小洗衣机 这是一款便携式臭氧洗衣机 用臭氧来清洁能氧化分解有机物 提高了清洗效率 减少清理的时间 整个过程都很温和 即使是私质的衣服 也不会受到破坏 在洗衣服的时候 无需使用洗衣粉 也不会有任何的化学残留 除了能够洗衣服 还能够洗菜 这款洗衣机的体积很小 在哪都能使用 Pocket Sky 在感到疲惫的时候 人们经常会选择喝咖啡 或是喝茶来提神醒脑 Pocket Sky就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 困的时候戴上这款眼镜 20分钟之后困意就可以消失 Pocket Sky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设计师设计的 就像眼镜一样 但是它没有镜片 景况上会反射出蓝色的光线 这个眼镜的原理是 蓝光可以抑制 特黑色素的生成 从而提神醒脑 在跨国旅行的时候 这个眼镜也有很大的用场 可以用来缓解时差 Pocket Sky对于眼睛是很安全的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点击关注嗨科普啦 每期为你科普新知识